当宝宝四个月开始可接触副食品时,爸妈们就非常需要这样的补育器具。 大部分的副食品都会先制作好后低温保存,但需要实在加热食用,而此系列因采食品及吸胶制作,耐温范围广,故无论冷冻或复热,食用安全均没有疑虑,清洗与消毒也相当方便。 同时,即使其定位在新生而礼合,但不表示过了此时期产品,就无用武之地,消费者可另购品牌推出的各种配件,将奶瓶、食丸等转座吸管杯、食物储存盒等等不同用途,延长产品寿命。 安抚金可说是适合每位小朋友的出生礼物,而这款具备多种动物外形的安抚金来自于,美国品牌,从布料到结构皆获得CPSC安全认证,不仅低燃性且没有小物件所带来的窒息危险,即使无人看顾也放心让孩子与其单独玩耍。 除了选择众多外,此款安抚金皆采用低明度色系,色彩柔和不刺眼,搭配亲肤柔软的布料,极易材质特殊拼接,令宝宝们得以从触觉探索开始,发展外界认知,想选择一款与孩子们从小亲近的好朋友,不如从这一款安抚金开始。 广受台湾布洛克,好莱坞明星推崇的,Angel Dare是不少家长购买安抚金的首选品牌。 其最大特色就是有多种讨喜的动物造型,且材质极为柔软亲肤,让宝宝爱不释手。 加上产品外盒也设计得十分用心,就算只购买一条安抚金也送得很有面子。 当然,同品牌亦有推出不同的礼盒组合,有的附加了包金、毛毯,甚至是手工婴儿鞋,可是交情,预算挑出最合适又不失诚意的精致好礼。 一到三个月宝宝的视力尚未发展完全,但却会对周遭的声光产生兴趣,而这款色彩缤纷的建立架玩具便集结镜子、杀灵、复灵档的游戏布等,集游声响、抓握等,从新生而起就可刺激孩子的无感。 此外,因其构造相当巧妙,无需复杂的拆解组装即可转换成学步车,因此到了孩子满周岁后,也可继续陪伴他们成长学习。 另一方面,People旗下全产品均符合日本食品卫生法、ST安全玩具标准,因此就算宝宝啃咬玩具、游戏布,也不用担心对身体造成危害。 顾名思义,这款衣服礼盒是以一周七天为概念,在七件白底包P1的正面印上不同色彩的英文星期字样,风格简约,又不失个性,质料则为亲肤的纯棉,印刷染料也通过SGS认证,可放心提供孩子穿着。 贴心的是,本品另有长袖款式,让秋冬季节出生的宝宝也可穿得时髦又不怕受寒。 如果对方是生第二胎、第三胎,同品牌亦有推出儿童尺码,手头够阔绰的话,不妨顺便带一组,让兄弟姐妹都能穿同一系列出门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